你说一个喜欢你的人 真的可以忍住不着你吗 首先其实我想告诉你啊 一个男人他的年纪越大 不管他喜不喜欢你 他都不会轻易去找你的 这个是不用忍的啊 这个是男人在社会里面 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技能 越来越丰富的男人 他们越是更喜欢自己 而且不只是只有那些条件好的会这样 不管他们比你丑还是比你穷 他们都更愿意去说自己 别人再好 都不值得让他们爱别人胜过爱自己 因为社会经验告诉他们 爱别人胜过爱自己是很危险的 成年人谈感情啊 一定要遵守能量守恒的定律 我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一定是要有回报的 主动去联络别人 如果我长时间都得不到反馈的话 我就会及时之损 甚至他们会在付出之前就预办好自己 付出能带来什么样的收益 如果一个男人他不主动找你的话 大概只有两种情况 只有两种 第一种情况 一个没什么自信的男人 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或者是你给他的反馈特别少 当然他不主动找你 不代表他不关注你 而你能感受到的也就是普通朋友的距离 毕竟伪装自己不暴露心机 是他这个年纪最擅长的技能 第二种情况 一个非常自信的男人 他在前期大概率会努力地去创造跟你见面的机会 因为对于他这个年纪来说 没有十成也有九成的把握 才会向你发出邀请的 如果他这个时候没有在你身上得到任何的回应 他立马就会冷静下来 让自己变得理智 然后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要么继续观察你 要么换下一个目标 所以对于一个成熟的男人来说 会不会主动找你 跟喜不喜欢你 是完全不挂钩也不打架的 你能做的也仅仅是确定 他对你是否有好感 剩下的在你没有任何的沟通技巧 和经验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你都无法控制 所以当你如果想要去了解一些 实实在在的沟通方法和技巧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